今天記者會開始 將近30多位跟我們一樣熱愛表演 或是有想要不一樣生活體驗的夥伴來參與這次的活動 這些活動都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劇場 進行一連團的活動原因是為了將最後這齣戲呈現出最完美的樣子 沒有煩惱在地球上遭遇的一切不愉快 在那裡都不會發生那是一個充滿嶄新生活的新世界 在那裡我可以交到很多新朋友嗎 那裡的人都很和善你一定可以找到新朋友的 那在那裡我可以完成我的夢想嗎 在那裡你可以實踐任何你想完成的事 那在那裡我可以不受其他人限制的打電動嗎 可以的在那裡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歡的事 在那裡我可以遇見我的家人嗎 總有一天會的 是三化生活美學館一個青少年工作培育房的一個計劃 那其實三化生活美觀因為有一個小型的那個表演的劇場 那這個其實是蠻適合作為一個資源 那提供給一些特別是青少年朋友 比如作為一個文化創作或者是文化實驗的一個場域 那基於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最近這幾年就有跟相關的一個專業的團隊來合作 那請他們來培養這些有興趣的青少年朋友 那去年我們有推出了光山SPA 那今年繼續這個計劃 那今年推出了火星的任務 那今年來參加這個成員 從12歲到18歲都有 就從國小到高中 那每一個小朋友對他們來講 都是第一次第一次參與 那從這個劇場裡面 等於是從無到有的這個過程裡面 跟著專業的一個青年的劇場一個工作者 青年的導演 大家一起來編創這一齣劇 不管是對他們在對劇場的一個體認 乃至於到劇場的前見後的一些細節 都讓他們對劇場有一個完整的認識 我們認為這個也是培養一個青少年接觸文化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也願意說 希望這個機會能夠擴大參與 那今天我們提供一個小小舞台 讓那些青少年等於是他們的一個處女秀 那他們必須也會互相鼓勵 那從這個表演的過程裡面 也培養出他們自信 還有一些他們 一些有獨立創作的一個能力 所以我們也樂見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們是平棚草兒童劇團 今年很高興就延續去年 我們跟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這邊 合作了青少年劇場表演藝術人才的培育 那這個禮拜六個禮拜天 他們就要在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的 V2實驗劇場還有台中港區藝術中心演出 那經過三個月的培訓 然後一起經歷了看演出 還有到魏武林去參訪 終於要把培訓的成果來展現給大家 請大家來給這一群努力認真的青少年鼓勵 跟我們一起上火星 11月21號下午2點半到3點半 還有11月22號一樣的時間 在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的 V2實驗劇場還有台中港區藝術中心的演藝廳 歡迎大家一起前來看戲 平常在家就有很多戲很愛演啊 看到這個機會 然後我們老師就說 我覺得你不錯 你很有 就很上進 就是用來 就是那個 那個舞台監督不是有那個call cue嗎 然後就很難 我們都記不起來 就什麼什麼東西上 什麼東西下 我們都聽不懂 我覺得那個很難 而且就是要很多經驗吧 要像那個導演一樣 就是學很多年之後 才能在這裡就是發揮他的專長 然後讓大家看這樣 因為對這個劇團有興趣 然後就想說有這個活動就來參與 對 一個不了解劇團到可以參與演出 學習到了很多從音樂啊 或是戲劇上的編排 跟在場地上的活動 對 這次的戲裡面最主要是 呃 去參與五個任務 或者是一個五個故事 而總共有五個主角 這五個主角他們想要 呃 因為對日常生活 或是對自己的一些 目前的現況有所不滿 所以對於想要離開地球 而到一個火星 或者是到一個 呃 不是現在生活的狀況 不是一個 當下的一個生活困境下 所展開一個新生活的一個向往 而在這個前往火星的過程之中 在這五個角色他們所面臨的故事 他們面臨的挑戰 或是他們如何去解決自己所遭遇的問題 在這齣戲裡面我們都可以看到的一些成果 壓力同裁可也壓力 總是年數 找不到快樂 我想追求善良 自由 勇敢的生活 大家都被我的外表蒙蔽 濕入冷酷自我幫助 努力表現 卻總被掀起 我想擁有真心 幸福 與家人懷抱 可惜 私媽媽